我都看不见 你推了个什么小车啊 爸爸 娃娃 小娃娃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观星部长 感恩卢台长 我想问 我儿子2012年出龙的 你问都不要问 我告诉你 他活不长 你自己要好自为之 他是来还你们债的 还完他就要走的 这个孩子是先天性的 对 脑水体的问题 他一出生就 早产 感染细菌 然后就老出现 看见了吗 你们师父厉害吗 你们有这么个师父啊 你们就死不掉了 我告诉你 渊杰听得懂吗 现在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 非常的麻烦 他现在几岁啊 两岁多 不到三岁 他现在手脚都有齐行 对 他还会抽筋 他现在都有抽筋的 你们记住了 凡是抽筋 就是跟下面拉住的 就是说 一个人经常癫痫 就是给下面管住的 听得懂吗 动不动给他上行 地府给你上行的时候 就是让你抽筋 所以一般的 除非你缺钙 正常的 经常癫痫的人 就是一会儿拉下去 一会儿拉下去 而且拉下去是一次 少至几天 多至几个月的减受 就是把这个折手 所以这个孩子就这么活着 非常痛苦 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现在要么许大愿 你的愿力非常重要 你跟你老公两个人 要好好地学佛 你们两个人都不是太精进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精进怎么救孩子啊 明白 好好希望 因为我先生还没有相信 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你是你肚子伸出来 你特别心疼 他觉得不像他的孩子一样 他疼他 但是 我告诉你 等到他孩子走掉了 他过几个月 他就会忘记了 你会心痛一辈子 如果你真的想救他 好好地许愿 念经放生 这个三大法宝非常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多少小房子 放多少生呢 看一看吧 舅舅看吧 比较麻烦 他家里缘分也不足 他老公不相信的 看一看吧 而且他老公 我都不能说 叫他鱼放得太多 因为鱼放得太多之后 他老公还不舍得钱呢 我讲实话 你说你老公小气不小气 小气 小气 你们现在知道 你们的师父什么都知道了吧 我告诉你 很麻烦的 你偷偷地放吧 因为我知道 你藏私房钱的 好吧 因为我小孩都有吃素 我还没有给他许愿 我自己许愿了 你先自己许愿吃素吧 我去全吃 尽量救他吧 好吧 但是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的 我一点都不跟你开玩笑 现在我看见下面 已经把他名字几乎要勾掉了 台长很厉害 你记住我一句话 要勾他名字了 所以你现在赶进许大院了 好吧 放生两万条吧 两万条鱼 好吧 好 感恩师父 小房子拼命地念 小房子你念多少了 小房子至少要念 先念三百张 再念六百张 那我喜愿一千张 好嘞 不要讲嘞 赶快去念了 好好好 感恩师父 真可怜 你看看 人生多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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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